我问他有什么影响的话 我就来叫救命啦 哈啰 欢迎收看BCBuddy 我是Tommy 这家不能少来到第二集啦 当然我们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赞助 泰河胃 泰河胃是乌鲁朗尔的老字号 酱油厂所rebranding的一个新品牌 主打天然100%黄豆酿制而成 无添加化学物质成分 无添加香精香料 每道食物都需要调味 妈妈姐姐们下厨都需要它 配上这个天然头抽的调味 绝对合您一家大小的味蕾 餐餐和气响 滴滴味流香 想要购买的话呢 想要了解多一点这个泰河胃的话 记得去到他们的Facebook 去看一看 然后去跟他们的客服聊一聊 看看怎么样可以购买得到 这一个泰河胃的头抽酱油 好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叫做 甘斗岗盖桥 大家都知道啦 金宝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小镇 通常这种小镇都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这个金宝就街场 也就是金宝人开的一间餐厅 在USJ这边开 它不是在USJ台湾那边很多人的那些地方 它还是在USJ蛮住宅区里面蛮偏僻的 所以我在想平时的生意跟MCO过后的生意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金宝旧街场的老板娘 Anson Hello 好 我想问一下你 你本身是金宝人 是 我是金宝人 金宝人 所以你就把金宝的美食 带了一个东西 对对对 MCO之前 MCO之后 你们的生意又差到多少 跌了最少80% 最少80% 那你没有做外卖的 有做外卖 不过不会太理想 不会太理想 而且对方抽得很重要 这样也是 我当时有打电话给Anson 我说我可不可以过来这边拍 他说可以啊可以啊 我问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我快要叫救命了 你有什么好介绍 OK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金宝海南猪排 这个是跟一个很老的海南师傅学的 所以这个是100%的 OK 我们的金宝粉 我最注重的是这个汤底 所以这个汤底 我们用猪骨汤咬 咬24小时 所以是比较浓的味道 所以还有特别是我们的金宝珠羊粉 金宝珠羊粉 特别是因为它放虾糕和蝶状 稍后你可以试一下 用有猪皮和豆腐锅 没问题 所以这个锅锅是腐竹做的 只是金宝才有的 就是金宝混入 因为猪皮的材料会比较好 那MCO期间怎么办 有些火都中途断了 但那天我就回来拿 可以了我就自己回来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 这个好像住宅区比较偏僻 通常可以在USJ 不是在大阪的地方 本身我也是住在这里 住隔两厂而已 所以问题是 因为我们在大阪 设备了很久 我们如果去住都不想去那里吃 因为很失车 日又失夜又失 没有白均 没有白均 所以我主要就是 在这里比较舒服一点 没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视频 多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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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一个小小的金宝 这边就已经有三样 那边很好吃的美食了 我们先趁一吃 先喝汤 你看它的汤都薄到奶白色 应该老板娘有讲 因为熬制的时间很久 所以喝下去蛮浓的口味 它不会很咸 但是很香 基本上也不需要放什么味精 在里面 然后更薄粉 就是螺旭粉这样子 但是好像比较长一点 是吧 比螺旭粉好像再长一点点 试一下 那个粉呢 就弹性蛮足够的 不会绵绵这样子 而且 这个它应该有放一些胡椒 跟那个猪骨香味 猪骨香味搭配胡椒 整个感觉很香 感觉看起来白白色这样子 很清淡哦 其实蛮够味的 还有鱼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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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之类的 全部都是自己手做的 你可以叫一碗 它们的这个杂鱼 里面什么都有 汤心的人 可以叫这一根 OK 什么都有的吃 老板娘还有跟我们讲 这个汤啊 它们新饱了 它有另外一种吃法 就是 拿一汤匙它们的辣椒 放下去 来捞 这样子吃 辣椒蛮刺激一下 喜欢辣的朋友 不妨试下这样子吃 这个吃法不错 海南猪扒 很多时候在外面可以吃到很多都是海南鸡扒为多 但是猪扒其实蛮少人做的 这一间金宝旧街厂就有这个猪扒吃 我们试一下 猪扒的口感很香 然后它的酱料也不会太过于酸 我有时候在外面吃得太酸 我们出去外面吃海南鸡扒 很多时候它的那个鸡扒炸到很 为了让它看起来很大块 所以他们加了很多淡姜粉浆去炸 然后变成那个东西碰起来 然后它再加那个酱下去 这样子吃下去 整个会觉得很油腻 但是这一个用猪扒 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它的猪扒就是这样普通的炸过一轮 它不会有太多脆口的东西 然后它的酱料不会太酸 刚刚好平衡的那种感觉 你看我只是摘 摘这样吃它的酱 我觉得很香 酸甜酸甜 开胃 干部剧场粉呢 你可以叫咖喱剧场粉 也可以叫Brand 然后它这边有给你两个酱料 这个红色是甜酱来的 黑色这个是虾膏酱 所以看你喜欢吃哪一种 我现在先吃口味淡一点的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也不是最近 近几年才知道 剧场粉是可以参加虾膏酱一起吃的 它的虾膏酱也不会是那种很新的虾膏酱的味道 如果有一些太重了 那个虾膏酱的味道太重了 腥味太重了 反而有一点啪啪了 那甜酱给我想到小时候的感觉 它是红色的甜酱 我记得小时候呢 我们很常都是吃红色的甜酱的 只是不懂为什么过了中学过后 很少看到有一些点心店也好 或者是剧场粉店也好 很少提供这种红色的甜酱 都是给那些黑色的甜酱 为什么呢 八神啊 我是讲八神啊 不懂为什么 OK 接下来试下 咖喱剧场粉 喜欢咖喱的可以叫咖喱 咖喱的香味蛮浓 然后猪皮 猪皮也吸满咖喱的香味 还不错 而且材料都是从金宝运过来的 很讲究 这种鲑鱼呢 你可以炸一次 你也可以拿一些酱料 虾膏酱 这样子淋上去 OK 如果你要甜酱 你再淋一点甜酱下去 这样子吃 哇 非常推荐这个吃法 我觉得这边的东西值得一试 而且老板娘也很用心 一些材料都是从到金宝 每个礼拜都会这样来拿货 而且这些酱料都是跟老师傅学的 非常用心 所以这样用心的店 怎样可以给它少掉呢 所以大家记得看了这个影片过后 多多过来支持一下 这家不能少 吃饭了 吃饭了 我喜欢吃你们的海南鸡扒 海南鸡扒是我的最爱 然后鸡腔粉都不错 你们的虾膏酱我很喜欢 不会太腥 如果说你们也是金宝人 然后在KL打工的话 想要回味一下你们那种金宝的味道的话 记得过来这个金宝就街厂 你是KL人 还没有吃过金宝美食的 记得要来这边试一试 应该会有一点惊喜 第二个呢 就送给你了 OK 第二个是我们的助理 希望你可以用它 如果OK的话 下次买回你 OK 谢谢 好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赞和分享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旁边有个订阅吗 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 你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